小五 在玩什么 想往哪儿飞啊你 走喽小五 带你出去溜达一圈 要不要吃个花 哎呦有个蜜蜂啊 看一下这蜜蜂 正在这采花蜜 你拿手抓他 你看他过不过来 哎呀过来了 还没出去放飞 就被小朋友吓跑了 哎呀终于飞回来了 小五 他有点紧张 来吧 新环境放飞 走小五 哎呀不敢飞啊 小五 小五 第一次在这儿飞 还是要叫他一下 让他知道主人的方向 小五 小五 哎呀 回首了 终于下来了 这天气是真的热 没飞两圈就热成这样了 又在爬 带小五出来玩 看我碰到的水 多么熟悉的场景呢 来吧 在这里碰到他 这是鸟哥放生的那一只 这里还有一个蚂蚱 来吧 哎呀把头给扯掉了 哎呀把头给扯掉了 哎呀带小五回去了热死我了 夏天 农村的特色 泡了 哈哈哈 回来了回来了 天太热了 这里有一只小 橘猫 好小哦 去吧小五 现在这天气出去放个鸟 真的是受不了 看一下 别人家的玉米都熟了 我也回去掰两个 煮着吃 好了再见了各位 他们俩今天终于不打架了 太不容易了啊 恭喜八蛋 我去找八蛋 你好 恭喜八蛋 恭喜八蛋 哇哦哦又开始打架了 你好 你好 刚说完不打架又开始了 垂子 你们俩近距离玩一下 但是不能打架 肯定有人要说我偏心 没办法 你要不抓着一个 他们俩就往死里打 几点了 八点了 贝贝乖不乖 一见面他们俩就特别爱讲话 说快上车 快 谢谢啊 好 不准打了啊 不准打了 你好好洗你的澡 好 不许打架 这才乖嘛 贝贝在拿出来之前 已经在家里给他洗过了 哎 不能打 我毛都打掉了 洗你的澡 不要打了 真是 真是 两个倔脾气啊 一个喜欢打 一个喜欢聊 恭喜爸爸 你喜欢 哈哈 哎呦 你已经忘我了 下一个 他都不知道起来了 唱首歌 二厘 唱首歌 真好玩哦 好了好了 不许打了 都跟你说拜拜了 念首唐诗 二厘 白日衣衫禁 白日衣衫禁 黄河入海流 日衣衫禁 哈哈哈哈 好 把它放下来 等一下有人要说 我把它 腿给拴着了 哎呦 我还说 他们两个 不打架了 打得不可开交 我只能把贝贝 拿家里去呢 让二厘 好好洗个澡 嗯 刚才把关都 咬掉了 一点 昨天 这只鸽子 我把它放了 到了下午的时候 飞走了 飞得很高很远 都翻过那座山了 我还以为他回去找他主人呢 结果今天一早 他又自己飞回来了 这可咋办 估计饿了 又开始吃上了 我把我们这个鸽子也放出去 哎呀 让他们一起玩吧 本来我这个鸽子要迅盘飞的 如果让他自由散漫的玩 以后估计不好控制了 来吧 你们一起去玩吧 哎哎哎 哎 我那只笨鸽子 已经飞出去了 这一只还在这 哎 他也去找他去了 都在下面 哎呀 这两个二货 又跑到二楼来了 来过来过来过来吃饭 过来 啊 灰灰他们吃不完的小米 给他们吃一下 过来 好的 嗯 你咋办呢 来上来 他也想吃 但是他怕呀 你有这么怕我吗 过来 哎 一起吃 我把我家的鸽子关起来了 我家的鸽子要去吃饭 我家的鸽子就是 好 出品 谢谢你 précis 我家的鸽子 我家的鸽子 所以 咖啡子 我家的鸽子 都会 看这一只鸽子 我家的鸽子 我家的鸽子 施子 开 我家的鸽子 开 我们 质